不是民進黨執政 請大家注意 當國民黨的執政的時候 他六年是失業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賣菜的工作 在那邊 不是 他不是因為有府院黨撐腰去賣菜 我要跟大家講 他不是吳英玲 他不是因為他是某派系的 誰的兒子 誰的老爸 誰的老公 都不是 他就去賣菜 所以你看他下場也很慘 被人家鬥走了 他不是說賣菜賺大錢 很成功之後去選市長 他不是 他是被人家鬥走了以後 覺得很不甘願來選個 選不上的黨主席 選不上黨主席之後 就被他發派邊加一個 沒有人覺得選上高雄去當主委 當主委沒有人要出來選市長 講白了 這也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實 沒有人要選高雄市長 他只好主委自己跳下去選 他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他很知道 什麼是人間百態 事態炎良 所以今天高雄不需要 八門大叫這個黃袍加深 找一個救世主來 他就是一個CEO 他沒有告訴大家說 我多厲害 我多厲害 沒有 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高雄的主軸是什麼 今天高雄的需要是什麼 我幫大家找來一個團隊 然後結合我們所有市民的 才幹熱情 我們大家往一個目標走 就會成功 他不是說給我韓國瑜 我一個人包辦可以成功 我很感動 今天台灣需要就是這樣的人 你要相信台灣的人才 你要相信台灣的市民 他們有足夠的智慧跟能力 你不要以為你是救世主 然後你不要以為你當了市長的時候 市民每天都要給你歌功頌德 都要說你多偉大 然後欠你一輩子 夠了 事實就不是如此 今天高雄呈現出來的 也不是這樣 所以高雄人當自強 陪伴韓國瑜 跟他一起打拚 成為他的團隊 不管最後有沒有在市政府裡頭工作 都是高雄的團隊 幫高雄打贏這一仗 這勝利會是屬於你自己的 就這樣 所以民意反映出來了 我們來看到最新的民調 幾乎兩個人就在伯仲之間 所以我們也不意外 為什麼會牽動到這些前市長們 都出手了 那麼更別說 民進黨內群請圍剿 現在怎麼樣 大家紛紛在打怪就是了 反正就好像 韓國瑜主委自己講 現在反正民進黨起手勢 就是韓國瑜你要道歉 你不管做什麼 你就給我道歉就對了 道歉什麼 很多 比如說 之前韓國瑜提出就是說 要把愛河變成愛情之河 然後建全世界唯一的愛情摩天輪 把摩天輪跟汽車旅館結合 帶動人流 創造經濟 我們覺得這應該是屬於一個 提升觀光方面的 這樣的一個建議 結果綠營就完全說 你開口閉口都是不震驚的言論 興建色情摩天輪 染黃高雄 我就覺得很奇怪 汽車旅館真的有像他們 想像那麼那麼色情嗎 還是因為綠營名單 因為常常去汽車旅館 他們都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都直覺 想到這些事情 然後再來 韓國瑜爭取 既經是用離島建設條例 打造既經成為高雄 唯一的全區免稅區 並提及觀光賭場的構想 民進黨立委馬上就說了 還有這些反賭博合法化 聯盟也跳出來 說選民不要讓高雄 受到賭博污染 陽光婦女協會等團體 也表達反對既經建設賭場 但我必須說建不建設賭場 當然可能有爭議 可是人家新加坡也建了賭場 人家也維持得很好 也沒有國民讓他去染毒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難道這些都是 不可以去考慮的事情嗎 然後高雄市議員 許坤元之前就有說 說韓國瑜領先陳其邁一趴 不過隨後陳大 否認做過此民調 這是許坤元講的 結果民進黨說 韓國瑜你要為假新聞道歉 然後還在街頭掛看板 要韓國瑜不要再鬧 但是很多人看到這個看板 覺得很有趣 大概是選舉史上很少會出現 這種幫對手打廣告的這種 你把個韓國瑜寫得這麼大 到底是誰也不知道 這到底是民進黨自己弄的 還是某一些人士 自發性弄的不曉得 只是人家覺得說 在選戰策略上真是滿奇怪 然後校園廢除母語教學 這是韓國瑜的建議 他認為說集中推廣中英語教學 讓高雄成為雙語城市 高雄有十多個客家團體 就突然跳出來 開了聯合記者會說 對母語家理學事件發出怒吼 向韓國瑜say no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只有客家團體跳出來 閩南團體怎麼沒有跳出來 其他團體為什麼沒有跳出來 我們都知道母語 應該還包含原住民很多 團體都應該要跳出來 為什麼只有這個特定的團體 跳出來 所以這中間選舉的輔召痕跡 是不是過分的深了 的確 他們就是說 韓國瑜黃 韓國瑜賭 韓國瑜假 那麼同時韓國瑜還要消滅客家文化 好 當然關於這個什麼愛愛摩天輪 好 那麼奇金蓋賭場 你之前已經解釋過很多年的理念了 那關於這個說你操作假民調 還有包括要消滅客家文化這個部分 你會覺得韓冤嗎 現在已經2018年了 將來高雄的孩子長大之後 他的挑戰競爭者 絕對不會是台南 台中 也不是高雄 也不是台北 基隆 直接要面對上海的挑戰 新加坡 甚至巴黎 下一代的挑戰 你怎麼定位下一代這個城市 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如果沒有中英文 俱家 在人生競賽上會吃大虧 所以我在想 我們每一個人講米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大部分都在家裡 爸爸 媽媽 阿嬤 媽媽 你既然是母語嗎 就是你的爸爸 媽媽學嗎 那明年市任務編的是九千萬的預算 高雄市任務編九千萬母語教學 如果我把九千萬拿出來 你爸爸 媽媽 阿嬤 阿嬤 教客家話 我檢定 這個孩子 OK了 我把獎金發給這個孩子 如果教原住民話 我把獎金發給原住民 米南語也是一樣 母語鼓勵你在家裡學 還有媽媽是越南的 新住民的 也可以加入檢定 我們把獎金發給你 可是學校時間有限 教育資源有限 我們只能夠中英文雙語教育 如果不這樣去做 高雄市沒有機會做國際化大城市 我推出這樣一個 是因為我已經可以看到 十年 二十年之後 我們的孩子會面臨到 非常重大的挑戰 來自國際上的 你只是小孩子一畢業之後 不是在跟本地 local在打 你要想 我們下一代孩子怎麼辦 所以我一直想 如果高雄是國際化都市 但是如果我當高雄市市長 一定要中英文雙語就推下去 培養更強大的下一代 現在民進黨扭曲 我說第一個消滅米南語 這兩天是客家語 再下來一定說我消滅原住民語 我完全沒有消滅任何 我是把獎金發給他們 我說為什麼民進黨選舉 讓人很受不了 因為他不抹黑他已經不會選 顯然在過去抹黑的過程 民進黨得到了非常多的甜頭 非常多的政治利益 所以他會慣性的使用 抹黑 造謠 人格磨殺 事實上我從參選以來 我已經好幾個外號 黑道 菜蟲 色情狂 然後壞蛋 為什麼要消滅語言 假 偽君子壞蛋 大說謊家 我人都還沒變 我只是講我的政策 而且我的對手講了那麼多政策 我從來沒有批判過一個字 不管信跟不信 我一個字都不講 因為你陳其判你就講你的政策 因為高雄市民是裁判 要不要投你 我從來不講 我講任何政策 不停的被打 所以我再說一遍 在過去高雄市幾十年的選舉 民進黨又抹黑 長受過太多好處 得到太多政治利益 所以他認為這招永遠有效 但他忘了 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大多數人銀行存著沒有錢了 沒有錢 我們去看到很多中下階層 過得非常辛苦 當銀行存著沒有錢的時候 你繼續抹黑造謠 不會有效的 不錯 我沒有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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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